問一問1299的友邦 這是Anita 她說早安 Jason祝你新年進步身體健康 她就說她持有1299 原本就打算沽貨套現 現在又看到她上回80元 她說是否應該再持有一段時間 短線走勢怎麼看呢 受受加息也受通關的消息 很影響她的股價 其實有 本身友邦我自己都看得比較好 但是近期就沒辦法 一來可能內地方面 疫情有些蔓延 通關現在都說 好像時間要再押後些 再加上之前公佈的業績 譬如東南亞的業務好像有些放慢 都令到股價在做一些調整 接下來當然就不是一定一面倒差的 但是都真的要等一些催化劑出現 才會令到股價是有一個轉勢 譬如說通關真的落實了 又或者內地的疫情 是有一個很明顯的緩和跡象 又或者有些新的地方 她會去開業的 譬如在內地會多些省份 給她一個獨家營業的牌照 給她做 除非有這些消息出現 否則的話近期的股價 你預計了 都是反彈為主 但是彈力都不是說真的特別大 譬如可能彈回去上面20天線左右 那些股價只會短炒 八十二、八十三元 都開始會有些阻力 如果你說真的 這隻股份打算短炒 就不要抱太大期望 但是如果你說中長線 你問我看不看好有幫 我自己都還看好的 整個公司背景 或者它在一些不同地區方面 整個營運的表現 看過去十年的標誌 其實就沒有什麼大問題 但是你預計了短線 股價要先捱一層